大家好,三國智英傑傳 應該是第31集,我都不太記得打到第幾集 其實一直打得很順利,沒有什麼卡關 不過問題是一集要搞一段影片 都很長的,例如這一集都差不多40分鐘 只是戰役的階段也不算是劇情 戰役的階段也差不多30多分鐘 所以要出一集都不容易 這一關在一開始當然是簡卒 其實這一關的難度相對於上一關就不太難 即是有少許地方需要注意 但如果你在上一關,落鳳波那關都應該過得到的話 其實這一關就沒什麼問題 即是出回自己陣入園比較容易用得多的人 那一開始就發現這好像不太夠兵力 因為人家最接近我們那條村 那裡有九支部隊 而我們都是只有九支部隊 但不用擔心,總之頂得到一兩個回合 其實危機就會解除 一來當然是因為他們不同的兵種 就會有不同的速度 所以有些可以走得快,有些可以走得慢 所以他就算撲起來也一定有時間差 可以利用的時間差,個個擊破 所以... 盡量在他們的攻擊範圍以外 一開始就已經走錯了 但不要緊,只有一隻 總之陣容就不要太亂了 那... 那... 然後就... 由第二回合開始呢 其實就已經有緩兵了 緩兵主要就是趙雲和諸葛亮 衣直和簡翁基本上就沒什麼用了 因為... 我已經不練了 例如簡翁那些 其實... 去玩到這裡,難道還要練他們的階級嗎 那你... 其實已經有不同的人 擁有發射車了 你有發證等等 那... 在這一關其實 甚至... 會... 就是... 加入到... 更加強的... 發射車部隊 那... 又... 用什麼再練衣直等等 那些呢 在這裡呢 頂機的回合就OK了 就不要太散 搞到有些兵呢 是搞到被人是連續打兩三... 被人會... 連續三... 三... 四個圍攻的 那其實就... 呃... 沒問題的了 那算是少少的難關 還有... 對方的等級 除了一些... 之外呢... 一般的士兵的等級 都不算特別高 那... 那... 看看有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就是... 一來呢... 猛獸兵團的風力比較高 防禦比較低 那... 我就計算應該呢... 嗯... 我還有張飛殿後嘛 所以應該可以搞定了他的 那... 被圍攻的機會呢 就減少了啦 然後下一... 我下一關... 即是... 下一關... 即是... 下一關... 那... 我看看... 燒不燒光... 燒不光啊... 差一點...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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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掌院的八隻車... 那... 那... 又搞定多一隊... 那... 我一個回合已經搞定兩三隊了... 那... 其實... 很... 很... 已經... 甚至呢... 即是... 門兵那方面都不需要走得太快 無謂落單被人打了... 即是... 被趙雲走得很快... 然後被他... 三隻寶寶圍攻... 其實都不是一個... 好的... 方法啦... 而且... 正如剛剛所說的... 其實都不是很急... 好... 哎呀... 是說... 一漏了這個... 就流鳳的人... 打到撤退了... 好... 那... 那邊照雲那邊都要小心... 因為... 人家三支部隊... 那... 我... 那些部隊就... 戰鬥力其實... 算很足夠的... 我有四支部隊... 好... 好了... 那就... 對啦... 還有... 在... 這個... 流鼻入屬的過程裡面... 可以... 有... 很多龍略的機會... 那... 因為你... 這種... 龍略對手呢... 單挑那些... 是... 可以升一級的嘛... 那... 去到後期... 例如... 成都之戰那些... 那些... 流鼻可以因為這樣... 升...多幾多級的... 所以呢... 就... 再加上... 這些兵... 這些將領帶日都可以用的嘛... 那... 那... 有些關卡可能都需要到他們... 那... 多一點去... 去... 弄略他們吧... 那... 安全的話呢... 最好這個回合就... 可以... 搞定... 可以搞定... 這兩支部隊呢... 過去... 過去支援... 那些緩兵啊... 原本的緩兵是... 用來... 支援... 這邊的主力部隊的... 結果是... 要... 支援... 回去... 拍攝... 差十幾級的... 搞不把它搞定... 搞不定... 不過... 一點點不重要... 經驗值也增加了很多 那就留給藝術 我能否先搞定他一盾 先用發射車試一下 發射車的好處就是 兵種上是有 對騎兵是有利的 然後燒一下 有450 好定了 因為只要搞定對方一對的話 搞定對騎兵 其實在這個回合面 對方的行動就不會讓我們有任何部隊 會被撤退 就算有什麼事 我們下一個回合再補充 應該 都扣了一半 幸好在猛獸兵船裡 被人打了 不然也會有點危險 如果不是也會有點危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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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小技術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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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普通攻擊一樣去殺他們的兵力 接著照暈 搞定不到的 然後就可以補血 用發射車補血 留意直再慢慢和 補自己的血 再慢慢和發射車在這裡玩 再加上這邊 再來會合 差不多 然後呢 可以從 右邊那條路 穿過森林直接去攻擊對方 指揮的部隊 在城池外面指揮的部隊 不過呢 就 算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騎兵跟進不到 發射車都會很慢 照左邊那條路 但是左邊那條路不好的地方在於 對方會派援兵 所以又是要用多些回合數 反正都是 用多些回合數 沒有說用得少的話就會隱藏關卡 會有某些機閒帶錢的版本 所以 有些雜數是 打得少的話 就有隱藏關卡 好像 那 三個市場結尊 就沒有這個 所以沒什麼所謂 在行進的過程 可以幫助 扣過的部隊 扣過的部隊 扣過兵力的部隊 加回血 但其實都可以的 暫時來說 那 清除了這一邊那些兵 在清除了這一邊那些軍隊之後 基本上這一關 那個 難處就沒有什麼了 其實 是你一開始的回合怎麼處理的 因為 上面 只有兩三支部隊 其實就不太害怕 趙雲記 就要加激勵 加回是理值 順手也加回經驗 幾點幾點累積都可以可以升多幾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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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又留給阿爾成 慢慢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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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支部隊,有兩支是移民族,防守力比較低 雲騎兵衝一個回合,基本上應該可以 雲騎兵衝一個將軍 雖然建功就不算特別卓主 但也是一個,在熟漢的時期入面 一個留給的暴障 中文和最多的一戰 雲騎兵衝一個臨部 雲騎兵衝的信珠 雲騎兵衝的狂奮 雲騎兵衝的狂奮 正錐兵衝的快速 所以在五支部隊中,當吳蘭都被籠略之後,只剩下這四支,也不是一個我還要走過的移民族 反正都是有少時間,可以說多一兩句 吳蘭做了劉比部長沒多久之後,基本上再派他和曹君打仗都是被殺死 至於這個小說中,在三角演義中,被曹操的兒子殺了 但實際上不關他的事,不是曹操殺的 但在三角演義中,周不時要顯示有些人的能力,總要找將軍出來,安排一些人出來被殺 所以就安排了,不難被殺 很快就搞定一致移民族部隊,發射車有少少防守力,但機動力低 再加上最高攻擊力的那些部隊,應該都能捱不捱到這回合,幾乎成問題 想著有機會,可以讓他拿多一點兼職 因為如果趙雲走去攻擊他的話,一定會掛掉 吳蘭後面的吳易,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我記得是做了劉比...好像是... 跟劉比後來...不知道是女性還是什麼 而且好像是長命過,不難的 好像...所以... 所以當然吳易是可以...可以拉攏他 而且吳易的能力都不低 即是以發射車來說,他的能力都不低 所以是值得去...值得去拉攏他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後來... 吳易本身在...屬...即是屬地裡面 都是有少少名望的 所以呢...應該劉比就... 應該好像劉比是...取了他的妹妹還是什麼 不過這一關呢...那些...那些人呢... 就算是...呃... 即是...肯被說服的話,他也... 不會...不會... 不會幫手打的 遲些成都的戰都...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好像有些是會的 張飛要加一點點... 要加一點點... 可以了... 不過我就暫時... 沒有受到什麼威脅 有些人還是... 有些人對... 找魏仁走前一點 好像不知走到哪個點會有對方的緩兵 但緩兵好像不太多,所以不需要特別擔心 不難就先進去,因為不難就不太多機會出 你要打比較難的關卡,你也不會出不難 你還是會出張飛、趙雲那些騎兵 我還是要找黃沖炎蠻 有些人去搞這隊移民族 都是找寶兵戰車部隊去搞他 應該是弄不成功的 應該是弄不成功的 但我還有兩個血術 看看放不放過他,還是留些策略石 一會兒去燒其他人 我還是要讓你去擔心 是你自己擔心的 你選擇了一段時間 快點,快點火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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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到敵人的援軍 楊懷高配 李炎和廢官 楊懷高配 如果你有看三角演藝 就知道 這兩個就注定是死的 這兩個都是劉比會殺掉 李炎和廢官 在正子上都是歸順劉比 特別是李炎 我都強烈建議大家在這一關入面 是要說服他歸項 因為李炎的能力值是高的 李炎是一個相當有用的發射車部隊 我前一兩次打爆機 後來都是發射車部隊 都是用李炎的 其實已經很早 打三角志第一代 電腦版三角志第一代 就是電腦版三角志第一代 就已經對李炎有很大的印象 因為能力值都相當不錯 無論是劉章的勢力 還是劉比的勢力 李炎的能力值都相當不錯 還有在正子上 李炎也是一個 打又打得 但做內政又做得 面面俱緣的將人 所以相當不錯 這裡就是全關入面 算是第二個難關 對方整堆兵力都向你湧過來 有機會是 如果不能好好處理 就可能有一些 將領會因為這樣 而被打到撤退 所以張飛這裡要小心 我是打算 這裡算樓了一點 打算 有些人是有墨的 可以幫他一次過加很多兵力 我就不需要害怕 現在就 首先一定要搞定高倍 在這個回合 等張飛 受少一次攻擊 然後 反正我都不打算練他 拿去做炮灰 擋 擋一下 這些攻擊都可以 然後 黃中這些 我順手 用墨加兵力 一下就可以加到 大概一半 應該可以在這個回合 擊敗 應該可以在這個回合 擊敗 還有 我留給 還有 艾燕都還沒有動 要量度一下 如果走得太前 被人圍攻就麻煩了 曉術師 留一會 有需要的話 就在後面放兩次猛火 就可以搞定一支對方部隊 射程未到 對方 扭鼻就不要走到最前線 除非 量度過 沒什麼危險 去 不 無法 幫人升 兵力 然後 治療 這可以用猛火燒 把 殺死了40級 那足夠經驗值升的級 不要說我不練巧術師 但是我真的不是很主力用小術師 因為我又不練軍狼隊 所以不會幫我加多少策略值 那我燒完之後我的策略值就沒有了 那又不會加的 但是我又不想什麼兵種就去練 廢罐就沒什麼所謂 喜歡弄死他也沒所謂 其實你就算有機會攻略他 你也不會有機會用他 但是李炎就沒有 還可以職用李炎 我太興奮了 其實應該先搞定這支戰車部隊 然後再找他去 那支戰車部隊去對付 那支騎兵應該 找個又不算太過 等級不可以跟他拋離太多 高太多的話 剩下你的經驗值就會很低 冷包就不可以的 沒有辦法令他歸行 所以就 對 撿他就可以了 還有400多 找些低級的步兵 看看可不可以弄死他 先試試看 弄得光是可以加 升級的 這個應該是否也能升到的 應該 加48點經驗 那就快可以變成戰車部隊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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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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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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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的育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简积 订阅 これは、光升 剩下的都不多,有機會用策略加兵力 主要不是為了加兵力,不是為了補給兵力 主要是為了用策略值 因為策略值留下不會升經驗值 但用了策略,成功都是有經驗值的分配 所以可以用就盡用了 對方不會再有緩兵 可以用策略,為什麼在一旦兩個角色 可以用策略,成功都發出 但是對方會很重要 插隊,對方會做一流 我可以用策略,是誰 誰可以用策略,成功都要 他為了明顯示炭,成功都要 就勉強,得以五十五分鐘 你會拼死 它还有 Tekwo不 它可以把卡罗碍 而进而是 还用手段 Because it's already 所以蓬确ится 召皆用风� 때�ㄮ 但是这是没有 你不再好了 这把大集度 只要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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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能過得到的 不會卡關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